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蹭個熱度 昨天不是發生了一件烏龍事件嗎 就是那個狗哥發了一個說趙立堅叛逃了 當然了他這個語言結玩笑 他的節目最後的時候說的就是玩笑 但是很多人就買了沒有看懂 或者說根本沒有看完 甚至沒有看 看了標題以後就轉發 就造成了一定的負面的影響 這個事我們來說一下 我們說蹭熱度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這人不愛蹭熱度 我只覺得好玩有趣我才說 沒趣說不說說不話來的 或者說乾話來的我才不會說的 那麼關於這個事情我是這麼看的 經常看我節目的人也知道 我這個人也喜歡看類似的玩笑 往往起標題 標題起的跟這個節目裡面的內容正好相反 而且你一開始還不知道 你往後看看到快結尾的時候突然發現 哎呀這小子使壞 所以當然了 這樣子也收穫了很多通過這種方法 我改變他的意見的 或者說覺得他願意跟我討論的我的訂閱者 當然更多的人或者說絕大多數的人 覺得受騙了都是留下一句 在下面評論裡面罵一句 然後就走人了 或者舉報一下 這種玩笑你想啊 狗哥聽聲音肯定是很年輕嘛 比我肯定年輕嘛 是吧 我這一把年紀了都喜歡這麼玩 那狗哥年輕人喜歡這麼玩 我覺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雖然開玩笑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狗哥這個玩笑開的非常的不合適 非常的不好 為什麼呢 第一點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現在所處的信息年代 因為面對海量信息 所以有很多時候主流都說中 也就是說大多數人他必須要通過 比如說只看標題 甚至或者說點進去看看一兩幾秒鐘 十幾秒鐘 就判斷這個節目是不是自己應不應該看下去 這個是一個普遍的一個 現在這個年代普遍的一個規律了 而且這也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信息太多了嘛 我必須要篩選 那麼我怎麼篩選呢 我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篩選 那麼標題就是最高效的方式 所以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子的 當然也有很多人保留一個 尤其像我的受眾 很多人保留了一個他看比較精毒的這樣一個習慣 這也是很好的習慣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有一點什麼味道呢 就是說如果說你只看標題 你標題檔 就是你只看標題 或者你沒看完 或者你不仔細體會這個內容的話 你就要受到懲罰 就是你把這個當作一個獨家消息發散出去 結果被別人發現你是把別人的笑話當真了 那你必然會受到相應的懲罰 我覺得這個思路是不對的 這個是不好的 我以前做的一些東西就是類似這樣的標題檔 我的目的是為了篩選我的用戶 其實我的頻道是一個小眾頻道 我吸引的是那些能夠耐得下性子 或者說願意跟你討論的人 深入討論的人 那麼當然他看了以後他發現 原來這個人的觀點原來這個人的觀點是跟我相反的 或者我願意跟你討論 或者他跟我是相同的 那麼他願意訂閱我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不會因此而懲罰他們 我覺得你這次看了以後 你覺得標題檔了一下 看我的標題就罵了一句走人了 你下一次說什麼時候呢 你又會看到我的節目 這個時候你會再回個位來去看 哦以前那個節目怎麼回事 我再去看一下 然後你發現我喜歡 你喜歡或者你不喜歡我這樣的風格 這個不構成對於用戶的懲罰 所以這個事兒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你做節目吧 我們作為一個頻道主 很多時候你是負責任的 你的更多的情況你要是 言於利己 寬於利人 所以你篩選用戶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讓用戶在你的篩選過程中受到懲罰 當然你說他不看我節目 那是他的損失 他是受到的懲罰 你也可以這麼說 但是我們講這種實實在在的懲罰 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另外這個也不完全是一種篩選用戶的行為了 我們講 我們經常聽到這種故事 比如說女孩交了個男朋友 挺喜歡的 但是老是擔心這男朋友表裡不如意 然後就找個什麼親戚朋友 甚至找自己的閨蜜去試探一下 有一點是很重要的 人性是經不起試探的 千萬不要去試探人性 我聽到的大部分這種故事 最後的結果一定都是很悲慘的 要么你是試探結果發現 對方確實是經不起考驗 但是我們換句話講 很多時候當你面對巨大的誘惑的時候 誰能進那些考驗呢 所以不要試探 還有情況就是你雖然他通過了考驗 男孩子通過了考驗 但最後發現你是在試探他 他這邊他會覺得非常的氣憤 因為誰面對誘惑 不進行這樣的心理鬥爭 那麼誰又能保證自己每一次都能通過這樣的考驗呢 而這種考驗本身難道不就是一種強烈的不信任的證明嗎 所以說我覺得很多時候人性 大家對於人性的了解 如果說您到達了一個一定的層次 你可知道人性里面的惡的部分 是很輕易的 就會被人勾引出來的 所以你絕對不能用這種考驗的方式 用這種類似於考驗的方式去對待人性 最終就一定會讓不管是讓別人 甚至反過來讓你自己受到懲罰 所以我覺得這個玩笑多少讓我嗅到一點 這個考驗人性的味道 不知道您覺得怎麼樣 相對來說我覺得那些中招的人 我是對他們是 很多人會說你活該你自己沒看完 但是我個人對他們是有類似於 對那些被自己女朋友考驗的這種男孩子 就是他們對他們有這樣的同情和憐憫的心態 然後我覺得最後還需要說一點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怎麼看待我們這樣海外的反共的自媒體 你怎麼看待自己 你怎麼定位自己 我們知道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實力 在現在不管是經濟實力 還是其他政治上的實力影響力 是空前的 而海外的自媒體我們都是孤軍奉戰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軍奉戰的 當然了有一些是有組織的 這個我們不談 有組織跟我也沒關係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大家所有人都是單打獨鬥這個時候 那麼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必要 為這個鬆散的集體 我不說是去貢獻力量吧 那麼有必要去維持這個集體的相對的穩定 那麼如果說你定位自己的自媒體 我就是反共了 我就是賺點零錢花花 那麼我也並不是說 我也不是一定要為中國的自由化 去貢獻什麼力量 它能自由就能自由 不能自由就算了 我就看看戲 反正我在國外關我什麼事 如果您是這個態度 我覺得無可厚非 您大可以這麼玩 但是我覺得以後您在這方面的供性里 會下降很多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是一個想為中國的 或者整個中華民族的自由化 我說中華民族是包括所有的華人 他們的自由化和他們的真正的思想的變革 盡一份力的 我覺得您應該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 為什麼 這是一場戰爭 對手是空前的強大 無比的強大 你的勝算是不大的 目前開來你的勝算是不大的 大敵當前的時候 我覺得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去輕浮地對待與自己同一個戰壕的人 當然跟你同一戰壕的人 有可能不是完美的人 跟你同一戰壕的人 甚至有可能他不是好人 就像我昨天這個視頻里面說 強盜的敵人未必一定是你的朋友 他也可能是另一伙強盜 但是這並不妨礙你跟這伙強盜一起去打敗更強大的強盜 所以說這就關鍵在於你怎麼看待自己的定位 跟你在這整個自媒體圈里面 或者整個的中文的輿論圈 海外的輿論圈 政治中文 我不是說海外了 整個中華人的輿論圈 包括大陸的輿論圈里面 你是怎麼定位自己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我們跟狗哥去進一步探討的 您是怎麼看待自己的 您是怎麼看待當前這個形勢的 為什麼我要講大敵當前的時候 這個時候不適合開這樣的玩笑呢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我們在面對這樣一個疫情的時候 全世界很多國家 包括邏輯最嚴謹的德國 都已經頒布了法令 這個時候特別是在輿論圈的時候 不允許開跟這個有關的玩笑 如果開玩笑的話 你甚至要關幾年的牢 不信您可以去查 我記得我看到的是德國 印度還有很多國家 我相信澳大利亞可能應該也有 在這樣的嚴峻的形勢下 在這樣的真的會死人的形勢下 你去開玩笑是不合適的 好吧 不知道狗哥能不能聽到 如果能聽到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 我們大家可以進一步的 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好的就這樣 拜拜